好,同學,所以我們接下來這個單語要介紹的是四字式的光學儀器 那光學儀器我們剛好說到有三種,第一個是我們講放大鏡、眼鏡跟顯微鏡 第一個是放大鏡,放大鏡是一種鋪透鏡 所以它具有放大正立的虛向,它能夠產生 當你把物體放在焦點內的時候,它會產生一個叫做放大正立的虛向 那同學,假設我給你一個放大鏡,請你告訴我怎麼找到焦距 第一個你可以做什麼事,你找太陽光,對不對 太陽光的話,平行光它會通過什麼?焦點,對不對 所以呢第二個,如果你要找到它的焦點怎麼找呢? 找焦點的方法有兩個,一個是用平行光 像是什麼呢?像是太陽光,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這邊假設是我們的鋪透鏡 那你如果在太陽比賽,它就會這樣子 它全部都會怎麼樣呢?聚在這一點,這一點就是什麼?焦點,對不對? 好,那如果今天沒有太陽,今天是陰天,那怎麼辦? 我給你一個蠟燭,那你要怎麼找到焦距呢? 如果沒有任何東西,只有給蠟燭,你要怎麼找焦距? 我們可以利用第二種成像性子,就是 2F,你把東西放在2F上面,它成像會怎樣? 2F,而且會得到一個相等大小的 所以你看到如果它的大小是一樣的 比方說,那個竹火的高度是一樣高的 那代表這時候是相等,對不對? 那相等的時候,這時候的距離就是要幾倍焦距? 兩倍焦距 所以第二個找法就是,你可以利用 將物體在2F上面的時候,我們會得到一個相等大小的 尺像,可以得到一個相等倒映的尺像 那它有點像是那個,我們那時候在做那個類似針孔成像一樣 就是你在這邊放一個不透鏡 然後呢,在2F上面放一根蠟燭 那你會在鏡的另外一邊看到一個什麼? 倒立的蠟燭 那這個就是2F的大小 所以呢,你只要成像之後呢 你就可以怎麼樣? 你就可以推算2F的距離 那只要把2F怎樣?除以2就是焦距 好,所以這是關於一吐透鏡的部分 那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去光 所以它可以去光 所以,有些地方可以用瘸透鏡來取火 可以得到火 好,第二個呢,我們要介紹的是顯微鏡 複式顯微鏡 好,那複式顯微鏡是什麼東西呢? 複式顯微鏡它是由兩個透鏡構成 一個叫做霧鏡,一個叫霧鏡 對不對?我已經都學過 那這兩個透鏡都學什麼透鏡呢? 有兩個 兩個都是凸透鏡喔 凸透鏡 好,那問題是你要怎麼樣把兩個凸透鏡組合 才能夠找到東西呢? 兩個透鏡的組合要讓它兩個都放大 要怎麼做呢? 好,第一個我們來介紹一下 第一個叫什麼鏡呢? 第二個叫做霧鏡 好 霧鏡呢,我們要把霧體放在哪裡呢? 我們希望它... 欸,顯微顯微鏡的功能 希望它做什麼事? 放大 對不對? 那怎麼放大? 放大有兩個方式 一個叫做什麼? 一個把它放在F跟N之間 對不對? 這時候會形成道立放大實相 對不對? 所以呢,霧鏡的目的就是要形成 道立放大實相 那怎麼樣才會形成道立放大的實相呢? 你要把物體放在哪裡? 好,你的物體必須在 也就是說你的標本呢 要放在F到2F之間 好,這時候就會形成所謂的道立放大的實相 對不對? 好,所以呢,我們那時候做顯微鏡 不是要調那個什麼 用調節的微調 讓那個標本跟你的鏡頭怎麼樣 很靠近對不對? 靠近大概的距離就是在F到2F之間 這時候就會形成放大倒立的實相 好,那這個實相呢 在經過第二次放大 第二次是誰來放大呢? 第二次就是零眼睛看 好,第二次呢是講目鏡 不過目鏡的放大方式是用正立放大虛相的方式 正立 好,放大 虛相 那怎麼樣形成正立放大虛相? 你把這個下,你要怎麼樣? 再把它放到目鏡的焦距內 F以內 好,就像說我現在看這個刻本 我把它放在焦距內就會放大對不對? 所以那個下再把它拿到這邊 它把兩個靠近的距離把它調到 這個的成像剛好落在它什麼地方? 它的焦距內 好,所以這時候又放大第二次 所以呢,我們將 我們將 將 物鏡的成像呢 物鏡的石像 石像是可以打在那個螢幕上面 所以石像是真正的光線對不對? 石像才能夠放大到嗎? 虛像就很難放大 所以將物鏡的石像呢 你可以把石像當成是一個真實的物體嗎? 可以嗎? 石像就是一個真實的物體 等過啊 對不對? 好,將石像怎麼樣? 放在 目鏡的F之內 目鏡的 焦點內 焦距內 那你放在焦距內之後呢 這時候會第二次成像 就變成 它就把這個像再放大一次 可是上下有沒有顛倒呢? 沒有 它已經顛倒過一次就沒有顛倒 所以呢 總共放大了幾次? 兩次 所以我們做個結論 請問這個像最後是什麼像? 我們知道如果你是A對不對? 最後你看到什麼? 到上下格的想法 到上下格的想法 對不對? 所以它為最後的成像就是一個 放大 倒立 本來十像 可是因為經過了第二次目鏡 就會變成什麼像? 虛像 所以最後還是什麼像? 還是虛像 所以同學 這邊的虛像是倒立的喔 是因為原本的倒立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次的倒立 所以第二次還是倒立 可以嗎? 所以你不要實際說 虛像 倒立一定是實像 不對喔 因為它是兩次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是關於 那在講義上面有了喔 講義上面 我稍微解釋一下這個圖 這圖有點 好 我解釋一下這個成像是怎麼發現 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 你可以想像說 第一個鏡頭在這邊 這個是物鏡 什麼物 第二個是目鏡 什麼目鏡 好 那物鏡有自己的什麼? F 這邊F是用小F 好 那 目鏡有目鏡的F 好 那現在就是我把東西呢 我把這個東西呢 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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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這個要擺在哪裡 擺表面擺在哪裡 一開始要擺在哪 F F到2F之間 好 我把東西擺在這邊的時候呢 擺在這邊它會寫的怎麼下 它的成像會在哪裡 東西放在2F跟F之間 成像是在2F外 對不對 2F外 所以我們 理論三應該得到一個像是 它應該是在 它應該是在這個位置 因為 這樣比較好 好 這是第一個物鏡 所成像會在這裡 對不對 2F外 好 那這邊呢 接下來這個像 剛好落在哪裡呢 我目鏡點的焦點 假設是在這裡 假設是在這裡 你現在不要管這邊了 你現在管這邊 它的焦點在這裡 那這時候這個物體 如果擺在焦點內 它成像 放大的虛像 對不對 所以第二次呢 第二次成像 我用橘色的表示 好 所以第一次成像在這裡 第二次呢 這個像呢 一樣 它就是 是 好 我們知道它會通過 焦點 因為要電到 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 是 它呢 這個通過進行物變成 好 那麼呢 它會得到一個像在哪裡 在後面對不對 因為正義取向 所以我往後延伸 然後就這個 所以最後一次像在這裡 它是一個 倒立 放大的虛像 所以這個圖是這樣看 因為有點複雜 所以 同學大概只要理解就好了 第一次成像 在這裡 然後再放一次 第二次成像在這裡 好 OK 那上面已經幫你畫好了 就是這樣子 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正義 沒有 因為第一次已經變成倒立了 所以倒立還是倒立 懂意思嗎 第一次就是正義 本來正義對不對 經過第一次成像變什麼 經過附近就變倒立對不對 倒立之後 再把這個倒立再放大而已 所以它是什麼 還是倒立 這樣懂意思嗎 它沒有在戀陣裡面 它沒有在戀陣裡面 它沒有在戀陣裡面